今天是伦敦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纪念日 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 人们也是欢聚一堂迎接了这一欢庆时刻的到来 多个奥运集冬奥体办地的代表也到现场参加了庆祝活动 其中就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代表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 在欢庆活动中国家奥委会主席罗格向全世界发出邀请 一年后相聚伦敦 现在根据传统我要邀请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参加即将在伦敦举办的第三十届奥运会 祝伦敦好运 在伦敦庆祝伦敦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活动 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 在这其中呢 伦敦水上运动中心的落成典礼 可以说是庆祝活动当中的重头戏 伦敦奥运会倒计时 这一天伦敦在新闻中醒来 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内的水上运动中心 在微博洛克尤的歌声中精彩节目 第一次踏入这个场馆的伦敦市市长 表示这个场馆美得太惊艳了 他甚至兴奋地想准备游泳了 市长先生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准备好游泳了 当然 我要等到奥运会后 水上运动中心的落成典里 邀请了罗格 伦敦市长等重要人士出席 奥运会游泳跳水比赛也将在这里进行 典里还邀请了英国游泳运动员 和花样游泳运动员前来试水 即使是落成典里 即使是有重要人士来访 体育馆依然只开了一半的灯光设施 这全是要迎合伦敦的节俭办奥运的宗旨 另外 场馆左右两边高处的座椅 在奥运会后也将拆除 伦敦奥运会倒计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 但也只是一个工作时间的节点 在结束这样一个活动现场 伦敦市长弗里斯约翰表示 他还要艰苦的工作 伦敦奥运会的安保问题 为大家所议论最多 他说我们不要太恐慌 但是我们需要更加严肃 严谨的工作 央视记者 伦敦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 英国伦敦报道